内政部昨天宣布 全国警局将于每晚10点起关闭里巴大门 以保障警员们的安全 这项决定是针对高风险警局的预防措施 特别是在乌鲁地南警局发生袭警事件后 进一步平衡公众需求与警员的安全 然而这一举措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 民政党全国树立主席胡洞强对此提出质疑 他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治安已经沦陷了 就连警察局也要关门自保 他呼吁内政部重新考虑这项决定 听取各方意见 寻求更为合理和有效的治安管理方案 他强调只有通过增强警察与民众的信任和互动 才能真正提高社会的安全水平 确保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面对公众的质疑 内政部发声明审清 晚上10点关闭警局大门 并不意味着警局完全关闭 民众依然可如常前往警局报案 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 该声明强调这只是临时管制措施 将该决定解释为完全关门是不合理的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章武丁也出面表示 该指令主要是针对夜间只有两名警员值班的偏远警局 他进一步解释说 在一般情况下 在警局值班警员记录下民众到访的目的后 才能获准进入警局内 这一做法旨在平衡为民众提供服务 和确保警员们的安全 那么您对这项新规定怎么看 您认为警局在晚上10点关闭篱笆门 是否有效平衡警员的安全和公共服务呢 欢迎在底下理性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